因为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他的本质 接下来呢 这位神怎么说 他说啊 我是耶华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文法来说 他不是说我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吗 但是他说 我是先祖的神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我是以撒的神 我是雅各的神 我们都知道过去呢 这个写作上面书写是很麻烦的 那为什么这些圣经的作者 他特别要把这些神都把他加进去呢 他就要告诉你啊 这些过去的每一个先祖的神呢 其实指的就是他 就是这位耶和华 就是这位上帝 你好像过去的 但是不只是你的前一辈 前前一辈 是你过去的这些历史当中 你所知道的你的祖先们 其实神都只有一位 就是那位上帝 然后他就要说 这个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会存到 我的名字永远会被纪念 我的名字从这个世代到那个世代 都是一样会被纪念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我们知道可以 在那个埃及这个时候 你发现有的城市已经不见了 对不对 代表那个神也可能就消失了 我们不晓得巴历 现在没有人在拜巴历 因为我们不晓得巴历长什么样子 或者是我们不晓得这个城镇 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这位神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我是一直都在的 而且我的名字会一直被纪念 一开始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接下来他提出他的证据 告诉你说 我是所有先主的神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雅各的神 我就是那一位跟你们发生关系的主 不但如此 他说我实在眷顾我的百姓 这实在眷顾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是一直都很仔细的 看顾着你们 上帝看顾什么 他意思就是说他非常小心的 从他们带埃及 然后从埃及当中 从困苦当中领出来 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上帝都知道 而且不但如此 上帝在这当中特别提到了 他会让他们在埃及人眼中 蒙恩 而且上帝还说 其实啊 以色列一定会听我的话 可接下来 摩西在第三个对话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章的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摩西回答说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第三个摩西的对话 摩西想要说的是 他们不相信我 他们不听我的声音 上帝没显现 这是很有趣的事哦 上帝在前面才讲说 他们会听我的话 但是摩西这边 其实是摩西不相信 摩西觉得 他们一定不会听上帝的 所以接下来 上帝呢 给摩西有三个验证 第一个验证我们都很熟悉 第一个验证就是脏 他把他的脏 丢下去的时候 变成蛇 然后第二个是手 当把手伸进怀里面的时候 就长了这个皮肤病 或是麻风 然后手呢 像雪一样的摆 然后再来是 再把水倒在地上 我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 讲述到底脏手跟水 代表什么意思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其实 这样的一个上帝 给他的一个保证 是要告诉他 其实他走到这边 他们不相信 他的相不相信 其实是有上帝的带领 跟护照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帐变蛇 请问到最后 是不是又变成了帐 他复原了 手放到怀里面 变成白色 再放回去 又复原了 代表上帝超自然的能力 告诉摩西说 摩西 我必与你同在 你要相信我 但是最后一件事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印证 很特别是 水倒下去 变成血 但是却没有 这个血 血没有变成水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就这个第三个 第三项的这个神迹 并没有复原 他告诉的是 其实过去 以色列人所留的 在埃及地 所留的血 上帝都知道 而且上帝会 审判这件事情 兄姐妹 你相信 我们上帝 是信实的吗 耶稣基督 不是从死里 又复活了吗 他活着 他到死里 到到阴间 但是他第三天 却复活了 不是就是一个 很好的印证 告诉我们的神 是那一位 永活全能的神 不但如此 他还告诉我们 其实这一件事 告诉我们说 神其实在最末后的时候 必会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个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相信 那一位神 透过这些神迹 告诉我们 这个神 是令我们 而值得去信靠的 好 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是第四个 对话第四个 摩西说 在这边 我直接念给大家听 在第四章的 第十节 摩西对耶华说 主啊 我数日 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你对 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 左口笨蛇 摩西说 他的口才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左口笨蛇 总共 这到底是死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西结书的第三章 第五节到第六节 就神呼召以西结的时候 他说 奉差遣呢 不是去说话 声号言语难懂的地方 这个言语难懂 在这边的词呢 跟这个是一样的 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 来了解 摩西在第二个四十年 讲的是什么话 讲的可能不是埃及文 对不对 他讲的可能是米电话 所以呢 要到埃及的皇宫去呢 可能需要很好的外交的词汇 很需要很好的政治的手腕 但是摩西这个时候 通通都没有 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四十年都没有用母语 哪一天要再用母语 要在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要需要很好的口齿 需要很好的文采的时候 来表达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很困难 不是吗 所以摩西在这边说 我是左口笨蛇的 我的能力极其的有限 上帝怎么回答呢 上帝说 谁照你的口 谁使人的口牙 耳聋目明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赐你口牌 只叫你当说的话 这算是什么意思 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上帝 这个我是 不是我是给你口牌 而是我是 必跟你的口同在 上帝不只是跟我们 同在而已 他会跟我们所做的 所说的同在 因为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力量 不但如此 在这一段也看到 他说谁使人的口牙耳聋 耳聋目明眼瞎呢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这边有说口牙耳聋眼瞎 但是其中有一个是 三个是负面的 只有一个是正面的 叫做目明 求神帮助我们 上帝这一时一时就是说 摩西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我要跟你说的话吗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打开 让我们知道上帝 要跟我们说的是什么 摩西的第五个问题呢 其实不是问题 摩西第五个跟上帝的对话 是说在第四章的十三节 摩西说 主啊 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你就看到摩西在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法文了 而是提出一个推托 可以说是一个借口 他说什么 不要找我去啊 你找其他人都可以 就是不要找我 我们可以想象摩西的心情 或许我们可以很同情 因为他已经80岁了 然后法松耻弱 而且呢 过去有这样一个失败的经验 曾经被埃及人呢 埃及人想要杀他 然后以色列也不喜欢他 你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同情 我们可以稍稍了解 摩西的状况 但是 当我们认真的看待 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的发现 其实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 对于上帝的呼召 我们不可以耍赖 为什么 因为神会发怒 摩西的态度出了问题 所以神在这边生气 但是呢 你会发觉 上帝呢 派了亚伦来帮助他 亚伦成为他的口 来帮助他 今天我们看到了 五个问题 还记得这五个问题吗 他说我是谁 上帝是谁 他们相信我吗 我是着口笨舌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推脱 我们最后我们来花一段时间来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 我是谁 特别是基督徒 不管你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 你会问这个问题说 我是谁 第二个问题是 上帝是谁 你认识上帝是谁吗 当你在面对 你要所上帝的交托跟我们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看待的 然后你相信他吗 然后有这样的能力吗 然后我们会推脱吗 我最后想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 我们的神 一直都顾念着我们 不管你的身份是学生 不管你的身份是老师 或者是教会的同工 甚至是传道人 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神都一直都在 过去我们看到的是摩西这样子 上帝对摩西说这样话 而现在呢 现在耶稣也这样对我们说话 耶稣说什么 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我是 我是好牧人 我是羊的门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真葡萄树 耶稣这样正在跟我们说话 说我是谁 我们愿意信靠他吗 而且呢不但如此 我们知道他说 在我里面的 我靠着 在我里面的 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 那我们能够依靠他吗 我们知道我们是左口笨舍的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 满有能力 所以保罗说 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护辟我 不管我们身在难处 身在何方 愿神的话语指引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要谢谢你 主要今天透过这段经文 主要摩西 当你交通摩西事情的时候 摩西问了五个问题 他问了我是谁 上帝是谁 他们相信我吗 我口才不好 而且你打发别人去吧 我就求神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 来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知道 你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知道你是谁 让我们信心软弱 但是我们求神你 加给我们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能力在乎于你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没有找借口找理由 让我们像保罗所说的一样 主啊 我们知道 我们做算不甘心 责任却以托付给我们的 以至于我们可以放胆的 能够来传讲主你的道 愿神你加给我们 每一个人力量 我们谢谢你 天我在你面前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